在香港,一家六口住60平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? 经常有人问我,你们家没有洗碗机吗?没有消毒柜吗? 没有阳台,又怎么晾衣服呢? 没有,确实没有,通通没有 那些现代化的家电我们家一个都没有 我家这个房子有20年了 20年前也没怎么装修,做了几个柜子就搬进来了 20年后的今天确实是挺破旧的了 晾衣服的话,像我们这种没有阳台的房子 想要衣服被子上面闻到太阳的味道,那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也有很多的邻居会在窗户外面做一个架子 然后把衣服放出去晾,但是我婆婆不太喜欢 她觉得如果这样晾的话,别人家的油烟味都飘到衣服上面去了 所以我们家基本上都是用干衣机去烘干 我们家有两台烘干机 大的烘一些大件的粗糙一点的衣服 小的用来烘干一些面料好的或者是急着穿的衣服 小的干衣机我们家用的是这个木味的 我好喜欢它这个15分钟的闪烘功能 平时贴身的内衣裤甚至是鞋子 如果是阴亮干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 用这个烘干机干一下就会好很多 直接除菌99.99% 而且不起皱 软乎乎的,香喷喷的 昨天大的干衣机坏了 这几天香港天天下雨 这个轻便快捷的小烘干机就派上了大用场了 特别的省心 早上我给孩子们做个早餐 今天给他们蒸了几个烧麦 烤了几个面包 吃的有滋有味的 我们家的房子虽然小 但是所有基本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得益于现在这个年代科技发达 有太多高科技的设备可以让我们解决问题了 所以我们家虽然房子小 但是幸福指数还是挺高的哦